新加坡作为全球人口密度排名第二高的国家,人口密度高达7796人平方公里。 新加坡人口密度排名,仅次于国土面积第二小的国家摩内阁。 如果你对柱子没啥感觉,对比一下其他城市就会有强烈的感受。 印尼亚加达都市区,人口密度4383人平方公里,新加坡是它的1.7倍。 堵车遭官方吐槽,总统做客,参加亚运会开幕式路上碰上拥堵,改骑摩托,大秀车记。 全球最拥挤的城市曼谷,街道日常是这样子的。 实际上,曼谷人口密度为4015人平方公里,新加坡的人口密度是它的1.9倍。 北京的人口密度为1261人平方公里,新加坡的人口密度是北京的6.15倍。 除去郊区外,新加坡的人口密度和宇宙中心物道口所在的海电区却平。 那么,你是不是认为,新加坡拥堵的时候,是这个样子呢? 错! 在新加坡,人们最爱逛的误解路,平时是这样子的。 即使在居民区里,也很少看到高密度的人流。 新加坡,新加坡是怎么藏人的? 以卫星镇,减少人流最好办法,就要让大家尽量少出门。 除了居家生活外,购物,工作,教育,医疗,是人们移动的主要原因,所以,它提出了卫星镇的规划方案。 举个例子,新加坡的到八窑组屋局是这样设计的。 地铁站、银行、商场、社区学校、社区体育馆、社区图书馆、公园,都和居民区紧密结合。 5至10分钟内,可不行解决各种需求。 这样的社区规划,几乎成为新加坡每个居民区的标配。 卫星镇使居民们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本地化。 避免了因为购物、就医、上学等长距离移动,拥入固定区域造成拥挤的情况,分解了中心地带的压力。 2开放式建筑 新加坡的建筑拥有开放式的设计。 居民区的住宅、图书馆底层路空、形成开阔的公共区域,让人们可以自由穿行。 空旺的祖屋一楼可以任意行走,避免了人流不得不集中在不行道的尴尬情况。 为了最大限度流出空旷没有障碍的平地,新加坡还监视了不少地下与高层停车场。 所以,你很少会看到地面停满车的画面。 其他很多国家都是在同一路线划分不同车道,新加坡则是不同线路划分不同车道。 比如不行、竞跑、自行车、电动车等,都不在同一方向,以此分流。 三次通八达的地下网络。 新加坡地下也承担了相当重要的分流作用。 新加坡已被挖到了地下八十米。 在乌节路等地区,都各地铁站是相通的,可以从这一站走到另一站。 地下不仅有发达的交通,还提供了很多超大的商场,形成了地下王国。 RN楼下的地铁站,通向各大商场。 四时行错峰制度。 除了分流以外,还可以错开出行时间呀。 新加坡小学分时段上课,学生们可以选择上午或者下午学习。 也是相当爽了。 新加坡中央商业区等道路上,还有很多OP门架。 这些门架列足以拉斯基姆三斯而行。 OP是电子收费道路收费系统的简称。 当车辆通过OP门时,都会收取一定的过路费用,而且越得拥堵高峰期,费用越昂贵。 这样灵活的过路费收取制度,让不少司机选择尽量避免高峰时段,在中心道路驾车。 无发转公交,限制私家车。 偶尔出远门,新加坡建立了发达的公交线路,平均每300米远就有一处公交车站。 这样的设计,也使得公交车停站飞,长,多。 政府还贴心的设计长廊,从组屋中穿出,方便无论在郊阳下或是暴雨中,大家都能顺利搭乘公交。 作为发达国家,新加坡的用车量,只有10%左右。 在新加坡,这个月用车挣的价格是这样子的。 根据规定,它的有效期只有10年。 加上140%的附加注册税,31%的关税和车费,想要搞定一辆普通车的价格也很惊人。 所以大部分的新加坡人,都选择搭乘边节的公交。 六丈岩法 新加坡有超多绿树,可以遮挡建筑,车,人,给人一种在热带雨林中的错觉。 比如说,下途中的新加坡,因为有雨树遮挡,如果不仔细看,还以为树林漫步呢? 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,新加坡还推出了很多建筑中的垂直立化。 通过绿植的视觉遮挡,真正达到一叶闭幕,不识拥堵的妙用。 新加坡保留了很多自然保护区,这些杳无人烟的热带雨林紧挨着人们的住宅区。 其实,你在市中心狼地理位置了解一下。 其未来重大举措,尽管使用了很多解决拥堵的办法, 但是人口的日益增多,还是难以改变人口稠密的事实。 新加坡现在开始探索超级垂直城市建设,试图建造高空的绿色花园,来缓解拥堵问题。 尝试这个新概念的海军部村庄,变成了这样。 顶层是公园,可以种菜。 不知道的还以为在逛成堵山,其实是人家祖屋三楼的医疗中心。 还有购物学校和广场,上下楼就能到达。 不要以为新加坡真的没人了。 错,每当MOT坏掉的时候,你就会看到这样。 这样,这样,全是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